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集我本来想说有关中审法院的英国法官的问题 我改,因为德国的外交官员公开炮军 匈牙利在欧盟对香港行动的左头左勢 我刚才也说过,但是德国官僚直接炮军 然后欧盟也就六四北京大屠杀三十二周年发表了他的声明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欧盟已经支持不住中国揽用欧盟的机制 利用匈牙利作为这个... 他们已经觉得匈牙利是特洛伊木马的 这样搞事了 我觉得其实欧盟有可能会采取人 尤其是最后终于纸牙利的投票权 如果是到这种情况 甚至令到匈牙利能够取得很多EU的资产 究竟中國這樣說是否有可能會最終影響奧爾班的政權 因為大家知道如果親中沒有好處,好處於自己 而不好處於一般平民的話,我覺得大家心知寵明 首先奧爾班是一個徹頭徹尾的 類似德國的那種民粹政客 這些是沒有固定意識形態,跟熱狗一樣 你想像一下,當一群熱狗當政香港社會的樣子 就是胸牙利的樣子 你不是想出現這種情況,熱狗執政就是胸牙利的樣子 沒有正確的,貪污也沒有所謂的 他說,口腦聲聲愛香港的人,為了自己買香港 你看奧爾班為何會在佛達佩斯第九區 那塊地原本不是在佛達佩斯分校的 那塊地本來有其他用途 那奧爾班為何會在佛達佩斯市長 那奧爾班為何會在佛達佩斯市長 那他沒事的 那你現在佛達佩斯市長和第九區市長是反對派的 因為你城市區的人比較先進 那結果又怎樣? 和他全改名字,和他玩交,歐陸的玩法 光復香港路,大阿麻路 真正的問題是這些民粹政客純粹為自己賀包 然後有些不是城市地區的選民 很多時候就是怎樣? 有些好像美國那些真是好 美國那些,之前川普那些是有清教徒 問題就是歐洲很多這些非城市選民 最後得出來的結果,得出來的支持 真是蛇齋餅種 他沒有那個民主的國務,那個市民 那你就糟糕了 現在兇牙里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首都市長是反對派的,你知道 首都見多識廣的人都知道這個奧爾班是一個混蛋 這幫熱狗是一幫混蛋 郊區那些不知道 變成中國的工具 然後很多人就不明白 為什麼歐盟一定要 不可以行多數決 要任何一個成員國都可以Veto一個決定 為什麼是這樣? 這個不是沒有解的 當然德國也有這樣的質疑 德國其實很想推動大多數成員國做決定 變成了怎樣? 有少數成員國就算被中國收買 被俄國收買都不會影響到歐盟運作 為什麼會出現任何成員國都可以否決一些重大決定 這本來是歐盟的前提 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原文 這就回到Briggs的問題 你每個主權國家的一個公約的原文 你在公約上,一份公約裡面 加任何東西進去 例如你做一個集體決定 你加任何東西進去 用EU的名字 你都要 因為你是一個層次數 你除非經過授權 否則你會尊重每一個威斯佛特體 即是Westphalen體系之下的主權國家成為 你不能夠 我帶到一份人 即使我九成票 我都不能夠 不管那些少數成員國的議員 這樣也不行 這個是侵犯主權 除非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 每個國家授權 在某些問題上 我交出我部份主權出來 即是歐盟由經貿回民 變成一個真正的政治同盟 才行 但現在的問題是 歐盟很不仁不虐 就是 它有些法律的東西 大家是共同的 綁死了 例如Immigration 但是它的決策模式 又不是完全放棄主權 結果只有德國交 就算Boris Johnson出面 去訓斥奧爾班 沒用了 他不管了 他放屁 德國和匈牙利反了面 執政黨 你想想 當時誰想 誰在European Peaceful Party 要求奧爾班的黨出局 他是德國CEO 但是他忍了他很久 那些關係已經差到開片的地步 但是 歐盟就是 我放屁 吹啊 他就是這種態度 他就說吹啊 怎樣 你愛我何嗎 他繼續吃中國著手 他只要看自己的何包 這就是政棍 問題就是 你匈牙利 除了寶納佩斯的民眾之外 其他地方的民眾的覺悟又不夠 所以 然後 其實很多歐盟成員 會引起我覺得 這個 根本是一個不夠稱的歐盟國家 什麼叫不夠稱的歐盟國家 就是他們的民主程度 社會的連結 根本是不成熟入歐盟的 其實 當年歐盟東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也是Brisid的前傳來的 他入了很多成員國 但那些成員國其實是不成熟的 他打算入了歐盟 你發了達之後 就慢慢去成熟 錯都不成熟 就是 塞浦路斯 希臘那些 大哥那些米玩 那些國家那些 那些政治仆街道 真的 如果你問 土耳其不行 好實說 希臘 塞浦路斯那些 一樣是仆街 那些說希臘那些東正教的那些人 我對他們很有保留 說真的 你問歐盟那些 哪些國家真的夠格在歐盟 就是波羅的海三國 接著 捷克 斯洛伐克 奧地利 德國 荷蘭 比利時就算了 比利時一向都是一個硬交罪合物 但是他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法國 意大利和西班牙 我覺得都覺得很混亂 和葡萄牙三國 不好意思 意大利很混亂 你知道意大利的政壇很混亂 為什麼會有大事 意大利一定歸隊 西班牙是混亂的 西班牙不用說的 西班牙 你問我 很多時候 除非不能選 否則我每次買西班牙東西 都要搞清楚 它是不是卡特隆尼亞出的 卡特隆尼亞出的 我不會買 不是卡特隆尼亞出的 我不會買 我已經買少一點菜 或者買貴一點 沒有那麼好吃 例如 青瓜 一定是西班牙青瓜 一定是西班牙青瓜 比荷蘭青瓜好吃 不用說 但我為什麼是荷蘭青瓜 我沒有可能把這些錢 放到一個會鎮壓 獨立運動的國家 這是一個良知問題 這是一個底線問題 但是西班牙 我為什麼會叫做哈巴牙呢 有些人可能學西班牙文 為什麼我這麼鄙視西班牙 很簡單 你放到卡特隆尼亞出的問題 你放到卡特隆尼亞出的 我就會覺得 我會尊重你這個國家 否則我只會用哈巴牙來用這個國家 我是這樣的人 我很清楚自己搞什麼 我很清楚自己是政治哲學 所以 現在的歐盟 它是想動空牙利 其實它也順便解決 那些牙貓國家 可能被中國收買的問題 或者被俄國收買 有些被俄國收買不是錢的問題 有些是傳統的問題 比如你說 制止巴羅斯的飛機 在歐盟的國內 或者通過歐盟的國內 有些小遲做的 他是 就是塞浦浦斯 原因是因為對塞浦浦斯來說 他信東政教的國家是那堆 希臘政教的國家是那堆 他旁邊的一個籍人叫曹爾奇 對他俄國是比較親的 有些人不能不親俄國 那時候希臘很混亂 有什麼親俄黨、親英黨 原因就是因為 希臘沒有所謂偉大的理想之前 其實希臘就不是很... 本身已經不是很舊稱 有些人就好像發財一樣 領導擴大得很快 他就想恢復偉大的理想 所謂偉大的理想 到現在很多希臘都還相信這件事 是光復君士坦丁堡 拿回東式雷斯地區 和小阿世亞原本希臘人的土地 OK 即是愛琴海他要玩了 他要玩了 這就是希臘人的偉大的理想 當然一次大戰那邊 輸了給海末爾的軍隊之後 接著就是胡緩領土 胡緩領土協議很傷的 胡緩領土 胡緩領土協議很傷的 那些人民幌是令到小阿世亞地區 沒有了信東正教的人 沒有了 因為他那時候是這樣的 你是土耳其人信東正教 也是當希臘人 那次很過癮的 是這樣的 那些人親俄沒有辦法 但是這個是會對歐盟造成問題 因為有些國家是 intentionally 親俄是不能扭轉的 因為你土耳其 你現在阿爾當不是搞海末爾主義 阿爾當是搞哈利法的 這條混蛋 除非是阿爾當輸選舉 如果阿爾當輸選舉 如果阿爾當輸選舉 可能會軟化一點 但是很難的 問題又是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城市對農村的問題 城市 軍事坦丁堡 即伊斯坦布 伊斯坦布那一帶的人 可能我叫軍事坦丁堡 軍事坦丁堡那一帶的人 那些是歐陸 或者東式尼斯的人 就明白 就算他們信回教 他們也明白 都是要做一個小時候的國家 海末爾是對的 就是做一個歐洲國家的正確 那些農村那些不是的 那些懂得春嗎 那些被回教教士洗光 那些什麼 就是怎樣 土耳其軍澳最清楚 土耳其軍澳一向都是 他站在海末爾主義那邊 所以為什麼 為何阿爾當還未完全做到 克里發的原因 就是他未完全控制軍方 他雖然他都控制了部分軍方 軍方沒有以前那麼容易政變 以前 你這樣做政變了 推队那樣的 就是有些人 不明白為什麼土耳其 整天軍事政變 有解的 那些農村那些人不受教 你沒有辦法 就像印尼那些 印尼 那些傢伙都很文明 那些傢伙 他知道他選過市長 基督徒市長都沒問題 中萬學是基督徒 華裔 沒問題 他選兩次的 紫卡塔樹那兩次選 華裔基督徒市長 中萬學之前 他60年代還有一個 排華之前 紫卡塔知道什麼事 他見過 什麼人都見過 沒有所謂 農村那些不是 那些教育那些 教育那些不行 那些 被那些成權老 騎劫 那些 他就要防止這個問題 因為你這樣 中國跟中國 很容易收買歐盟國家 但是你現在看到匈牙的 現在就動匈牙的 出師有明說 我要救 因為香港這班人 因為波羅的海三國 就很明顯一定是同成香港的 因為他們覺得是同一個處境 然後 對德國 德國牽頭 那些人經常說 什麼 汽車椅 東德肥婆 你不要再說話 東德有理 德國有理由的 德國的民意 好像不買疫苗 給台灣 拿去台灣的問題 CDF的新聞節目 大哥 晚上10點多的節目 證客那些 走去側 為何你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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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有沒有搞錯 那件事 直接側 是 CDF的節目 最後那個 SPD的病毒學家都說 其實台灣抗疫國做得很好 你疫苗買不到 擺明是政治事件 直指中國 德國吃了很X多 死貓 很X多 多謝你中國 歐洲玩歐陸規矩的行為 他真是覺得這些 忍舊的 他真是想著大報復 沒事的 你為什麼得到牽頭 當然德國也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 你6月 Britzic的 Finn of Movement 的談判 隨時香港的問題 你現在不解決 你不提供夠申請 但問題是 整班有多少個 發言說 要求Deport Deport Bank 不用玩了 你實要出Deport Bank 因為國安法 你十八號機 那件事 不行 所以兇牙是不負責任的 兇牙 兇牙這班人 是完全 所以 德國一定會動它 一定會盡快動它 而且 G7那時候 歐盟面目無光 因為美國做了很多事情 美國 又安排疫苗 又給台灣 又 在香港問題上 站得這麼硬 甚至有些 比較高調 首長的梁仲恆 是美國人收容的 但是 梁仲恆做的事情 就好像多過黃台 同樣都是收容本土派 那 德國 你會被人問的 德國的民眾會覺得 這班香港人是奧斯巴琳尼翻版 奧斯巴琳尼翻版 你不收容 好像對我們有些問題 你不是好像 AFD AFD那班是契弟 那班 那班是修俄國好錢 不覺得沒所謂的 那些人 AFD那班 是契弟 德國陳雲那些人 是AFD那些人 那些人 所以我最好討厭狗 你帶些不是德國的精品回來 你帶些是德國的垃圾回來 我不好意思 我真的覺得 德國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譬如 你長毛又帶了一些 其實他是很普遍的 社交民主義 長毛不激進 有些人說 長毛很激進 長毛激進那些 不覺得 我心想 Come on 黑白是德國的發明 OK 德國的抗爭 真正的德國抗爭的玩法就是 他真的 如果真的玩Black God Block 他真的玩Anarchist 那些 最激進的那班人 可以玩到什麼 是劫基的 可以 大哥 殷德培行動 誰搞出來的 那個應該是真的 巴勒斯坦幫我搞的 那個劫基的主謀 是西德人 大哥 八種德國人 八種德國人 所以怎樣 那些 巴勒斯坦那些 全部是跟班 那些是八種德國的赤軍 那些神經 那些人就是 就是 我猜那些人都沒見過 就是 德國最 radical的 那些人都沒見過 那些 別玩了 德國是激進之鄉 來的 你想想那時候 德國要強制那些人戴口罩 那時候 德國那些政客 是很 那個原因 是 喂 我們有反蒙面法 反蒙面法 本來就是對付那些Black Block人 喂 現在你強制那些人戴口罩 就是怎樣 你給過 你有沒有說 凡子Black Block那些混蛋 凡子Black Block不行 但是後來他們發現 德國人又很奇怪 我沒見過有人 凡子Black Block 我沒見過 反而就是 有些人故意不 那些人就是 你說A我就要做B 我就故意不戴口罩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 我覺得 這件事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 所以 德國這些事情無其不有 所以 我想 你去到 歐盟 你已經引 你叫做德國的政治壓力 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你凶牙力 我猜 因為G7會議都看了 就交不到功課 我猜他公開炮軍 奧爾班都是放屁 我說 怎樣啊 吹啊 不行啊 我喜歡親共啊 怎樣啊 你咬我啊 一定是這個 歐盟的政治官 那些法律顧問說 不可以 各國成員 各國自發聲明 那我想 這個G7會很尷尬 我猜可能 最後英國 和 他們要英國幫忙 但是如果他們要英國幫忙 就會對 那個Freedom of Movement的殘盤 即是 Pro-Visic的Freedom of Movement 會有些不利 就是我猜 因為你知道 歐盟一向都想夾英國 去回 Breaks之前的Freedom of Movement 但是我猜 他可能要退一步 即是他可能要接受 他像BNO Visa那種安排 最後 即是英國都想推回 即是 給回 Freedom of Movement 的 但是 就不會是 以前那種 即是自出自入的 不會啊 我猜 我猜可能那個位是 即是 你要做 你要做案底的基本審查 有沒有 有沒有涉及那些 即是 以往 譬如你俗個都獨台者的走狗 你有沒有錢 即是你有沒有基本的錢 可能要你給NHS的錢 或者可能要檢查你的銀行戶口 那些 我猜可能 都是要做這些 因為 你BNO Visa的基礎都是EU Settlement Skin 那個State 他可能就變了要退一步 這個就是我覺得 為什麼 歐盟這麼歐元 你大概可以破壞 我 我 你知道Brisid的事情還沒完 老實說 現在 你英國才跟俄威 尤其是 市長談完 那些交易回來 你知道這些事情完全還沒完 OK Brisid 半天要Brisid 現在 你看過Brisid 有時候有很多手尾未跟 那 沒辦法 所以我看了G7會議 那時候 我猜 我猜 G7會議 跟著美國 會交工 我猜他都要跟美國 我猜他一定會動爆奧爾班 如果有Trump 就好一點 Trump 就有可能跟奧爾班 聊天 因為Trump 可能會給奧爾班一些東西 他會給到一些東西 奧爾班收買 不要有阻礙地球 但是 現在沒有Trump 現在是拜登 拜登在哪裡吃買奧爾班 所以 歐盟這件事 歐盟跟中國反抬也是 但是 原因就是 你這樣用奧爾班 去玩歐盟 你以為歐盟不會大報復 不是 你還說 你比我俄老 我也不敢玩這些 你現在中國人玩這些 我看你中國 你還敢去歐中投資協議 我只能說兩個字 習近平 你閉嘴 今晚第三集到這裡 明天再見